一件欢呼声就是为了庆祝纳斯达克指数上标创下历史新高 因为投资人期待即将公布的辉达财报 预估美股将迎来牛市 而同时台积电ADR也大涨了1.23% 但道琼指数跟上述相比却下跌大约197点 可能因为联总会将在周三公布最新货币政策会议记录 市场预计9月之后美国央行将启动降息 而21号早盘开低走高 开盘小跌32点来到21,239点 台积电小跌一块开出之后随即翻红 最高来到840元 红海涨2.5元 联发科则跌了25元 开盘落在1,165块 另外观光类股早盘续跌 三富五福跌了超过1% 雄狮一度失守160元 大大行库进场户价 进出明细揭露 减最多三档分别是ETF00929 长荣行以及三商售 另外科技股有鸿海伟创级台积电等 行库单日买超超过30亿 光是ETF类股就占了其中三名 不过台股的电子群众占比还是比较高 接着6月登场的国际电脑展也是关键 分析师纵观台股市场 观光类股后续会再回归基本面 就看暑假旅游忘记 AI类股放在中端应用 像是AI手机 AI电脑 AI机器人 也都会是市场关注焦点 TVB也是十库山林台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